请预备好信息笔记 我们在上周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 叫做神的美善 你若错过第一堂课 请上网去听 因为那会是我们未来十周的一个基础 当你不明白我们的神有多美善 这会导致生命中的各种问题 我们特别谈到压力的四个来源 你完全能够避免 只要你明白我们的神何其美善 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节一节的来看 在整本圣经当中 最有名的篇章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是神的美善的完美写照 说明了当我们面对人生九大压力来源时 有何对策 今天我们要来看忧虑 特别我要你们来看 为什么神告诉我们绝对不要忧虑 无论是什么事 第二 如何与神连结 让他来满足你生命中的需要 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我要告诉你三个关于神美善的事实 请写下来 这三个事实可作为生命的基要真理 第一 神是我一切生活所需的源头 你不必去别处找 不必依靠华尔街 不必依靠政府 不必依靠你的配偶 你个人的退休账户 社会保障或工作 神就是我一切生活所需的那个源头 重点是 如果想把安全感放在某样东西上 必须是永不能被夺走的东西 因为若将安全感放在某样 能被夺走的东西 就没有保障 你可能失去健康 你可能失去工作 你可能失去美貌 有些人已经失去了 你可能失去你的家人 你可能失去性命 你可能失去理智 这些都可能失去 不要将安全感放在任何人事物上 要将安全感放在不能被夺走的 就是你与神的关系 没有人能夺走 诗篇二十三篇一节 第一节这里说到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请跟我一起读 我必不治缺乏 所以神会在各方面成为你的保障 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牧者 你们大多不是在牧场长大 牧者是看顾羊的人 你对羊可能所知不多 羊是极缺乏防御力的动物 它们是许多动物的掠夺对象 速度不快 不能跑 它们没有爪 也没有锋利的前尺可以咬 而且它们也不是聪明的动物 它们智力不高 它们会坠落悬崖 它们会走失之类的 它们真的需要有人保护 需要牧人 落单的羊可能会被吞吃 那牧人都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写下来 因为这就是神要为你做的 牧人会喂养 带领 并满足需要 所以神说 我会实时做你的牧人 我会喂养 带领你 并且满足你的需要 你有各种需要 有时需要保护 有时需要安慰 有时需要鼓励 有时需要一点管教 有时需要方向 我们要来看 神应许满足你的各种需要 做父母的 请听好 做父母的 你就是牧人 爸爸们 你的职责就是喂养 带领与满足需要 妈妈们 你的职责就是喂养 带领满足你的孩子 他们的需要 你们有牧人的角色 你若在企业或是职场 担任主管职 在你底下有部署 要督导 要照顾 在这其中 也含有牧养的责任 身为主管 你的职责是喂养他们 不管是资讯 还是鼓励等等 你要带领他们 满足他们的需要 是你的职责 身为领袖 是你服侍他们 不是他们服侍你 你们知道 牧人的希腊文是什么吗 牧师 我就是牧人 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职责是喂养你 透过圣经 我的职责是带领你 我的职责是满足你的需要 这就是牧人所做的 你若有任何相关的身份 例如你在带小组 你是小组长 你就是牧人 或是你在某事工服事 你就是牧人 神为我们所做的 喂养 带领 满足需要 呃 正是他要你为别人做的 请你写下第二个真理 第一 神是一切生活所需的源头 第二 我没有任何需要 是神无法供应的 我没有 你没有任何需要 是神无法供应的 我们深入来看这点 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 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 把在基督耶稣里圈起来 我们会再回来看 神的美善不是基于你的美善 而是基于他的美善 你不必是美善的神才对你好 而是因为耶稣在石架上所成就的 接下来第三件事我想请你写下来 神要我一无挂虑 一无挂虑 完全没有 就是零 事实上 忧虑可能是世上最常见的罪 神说 你不用忧虑 我不要你忧虑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这很清楚了 我查了一无挂虑的一无 意思就是一无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祷告 这点我们谈过许多次 你可以祷告 也可以恐慌 你没在祷告就是在恐慌 你能忧虑也能敬拜 你没在敬拜就是在忧虑 邀请敬拜从前门进 忧虑就从后门出 邀请忧虑从前门进 敬拜就从后门出 所以神说 我要你一无挂虑 为什么 为什么神要我一无挂虑呢 在有名的登山宝训 耶稣告诉我们 忧虑毫无用处的五个原因 我很快一一来看 之后我们会来看对你造成的影响 请写下来 神告诉我们五个原因 要我们应当永远绝对不要挂虑任何事情 第一 他说 忧虑不合理 很不合理 换句话说 毫无道理 不合逻辑 这是非理性的 这是不合理的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下一句经文说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这对有些人是大启示 一针见血 对吧 衣裳不是真正的我们 接下来 他说 不要忧虑 不要为这些次要的事忧虑 他说 忧虑并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告诉你忧虑不合理的三个理由 首先我们通常都忧虑错的事 我们为小事忧虑 我看起来如何 样子如何 说什么 跟谁说 开会 是不是要迟到了 五年后这都不重要了 都是暂时的 你若真要忧虑 当然神说不要 但若要忧虑 就要为永恒的是忧虑 而非外在的事 忧虑十年 百年 或千年后 活到永恒 依然重要的事 不要忧虑 明天就不重要的事 然而 我们忧虑的事 大多是暂时的 像五分钟的事 我也忧虑 他说 不合理 是因为 你选错事情 关心了 第二个理由是 为你不能改变的事情 忧虑 或是 你能改变的事 皆无用处 若无法改变 为什么忧虑 为可以改变的事 忧虑 也没意义 因为若能改变 就改变 若不能改变 就改变不了 你无能为力 忧虑 是无法改变 任何事情 他说 不合理 是因为 我们以为 忧虑是掌握的 一种形式 我们以为 忧虑就是在 掌握一件事 为深夜不归的孩子 忧虑 就是掌握他们 不是的 不是的 什么都没改变 之所以 不合理的 第三个理由 这点你已经知道 每当你为 某事忧虑 它就在你心里 变得更大 这样是 不合逻辑 不合理的 所以 当有人批评你 对你说了 刻薄的话 说了荒诞的评语 你感觉受伤 为此忧虑说 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们早就忘了 他们可能没有多想 只是说了 无意义的话 但你若在心里 不断回想 并忧虑 也不会变小 只要你忧虑 就会变大 你若一直想 就觉得 全世界都恨我 并没有 没人讨厌你 那是非理性忧虑 忧虑是不合理的 第二 耶稣说 不该忧虑 不只因为不合理 而且不自然 大自然不会忧虑 忧虑很不自然 人类是大自然 全宇宙中 神的创造物中 唯一会忧虑的 蚂蚁不会忧虑 牛不会 植物不会 石头不会 马不会 唯一会忧虑的 是人类 是堕落的人类 这并不自然 你受造 不是要忧虑 在登山宝训 耶稣教了几个功课 他教了生物课 他教了植物课 植物还有动物 请看这里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耶稣这么说 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他们毫不担心说 我有的足够活下去吗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神若看顾飞鸟 不也会看顾你吗 耶稣接着在 马太福音六章 二十八和二十九节说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出去看看花朵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并不忧虑外貌 然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近距离看过花 兰花 玫瑰 或别种花 复杂的图案 细节与美丽 而它只是一朵 路边的野花 有人会想 我生来就是爱忧虑 你不是 忧虑是学来的 忧虑是 借着看到别人忧虑学来的 没有婴儿会忧虑 他们看到别人忧虑 才学会忧虑 只要是后天学来的 都改得掉 所以 你不必一生都起人忧天 紧张兮兮 胃都打结了 背部僵硬到 必须去按摩 还有偏头痛 和其他忧虑症状 神说 你不必为此忧虑 忧虑是不合理的 忧虑是不自然的 第三 耶稣说 忧虑毫无帮助 意思是什么 不管用 行不通 忧虑毫无价值 忧虑什么都改变不了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 耶稣说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忧虑无法使身高多长一寸 忧虑无法使你矮一寸 使你变大或变小 变瘦或变胖 忧虑不管用 他说你们有谁能改变什么 你们连死 瘦数多加一克都不能 事实上忧虑会让你折瘦 你若忧虑说 我可能活不长 你若开始忧虑 紧张与压力 其实会折瘦 为生命中的问题忧虑 无法让你的问题 有更好的改善 忧虑毫无价值 你只是在烦恼 毫无作为 把大量的情绪力 投注在毫无作用的事 就像坐在摇椅上 一直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花了许多精力 却连一寸都没有前进 完全没有进展 忧虑什么也改变不了 忧虑唯一能改变的是你 让你凄惨无比 就是如此 无法改变你所担心的人 只会改变你 让你更凄惨 请听我的分析 忧虑改变不了 过去任何事 木已成舟 都过去了 为何为过去忧虑 忧虑掌握不了未来 不管你觉得你独能掌握 你无法借忧虑掌握 忧虑若不能改变过去 无法掌握未来 有何用处 把今天搞砸 只会把今天搞砸 让你烦恼不已 却没有作为 忧虑只会破坏现在 只会耗尽你身体的力气 忧虑不仅不合理 不自然 而且毫无帮助 真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说 忧虑使人消沉 有谁想为此做见证吗 忧虑曾使你消沉吗 当然 你烦恼许多 让你忧虑的事 便开始感到沮丧 开始感到郁闷 开始感到绝望 请注意 神告诉我们 你的身体受造 不是为了忧虑 这很不自然 你受造不是要忧虑 每次当你咽下忧虑 就会积压在胃里 每次当你咽下忧虑 你会说 啊 我的背痛 我的头痛 我的胃不舒服 为什么 你受造不是要把忧虑 积压在体内 这不自然 毫无帮助 其实很不健康 对你的健康不好 忧虑会影响人的寿命 常听人说 我忧虑成疾 没有错 你会忧虑成疾 引发各种肠胃问题 引发失眠等等 事实上 让我告诉你 忧虑比工作更加疲累 忧虑比工作更加疲累 你工作了一整天 回家后就累了 但你并不焦虑 去工作时 你若整天都在忧虑 一直忧虑 回家后不仅累 而且还会累倒 忧虑比工作 更让人筋疲力尽 相反的 真言十四章三十节说 心理平静 可使身体健康 你想更健康吗 你真的想更健康吗 停止忧虑 你必须学习信靠神 忧虑毫无帮助 很不自然 很不合理 第四 忧虑是不必要的 这是耶稣在登山保训 所教的第四件事 他说忧虑是不必要的 你为何为此忧虑 他说不需要忧虑 因为神应许会看顾你 主是你的牧者 他会喂养 带领 并满足你的需要 他说不用忧虑 因为你的天赋会看顾你 年幼时 我若有任何需要 我不会忧虑 而是去找爸爸 爸我需要这个 妈我需要这个 我若需要钱买东西 我会说 爸我需要钱买这个 我从未忧虑过 他的钱要从哪里来 那是他该忧虑的 你有许多忧虑 其实是神的责任 忧虑是承担神 从未要你承担的责任 每次你忧虑 就是警示灯 我在扮演神 我以为自己是神 我以为完全都得靠我自己 我并没有天赋 我没有牧人喂养 带领我 满足我的需要 你绝不会忧虑 若你真的明白 神是你的天赋 若你真的明白 他的美善 神的美善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说 野地的花草 今朝出现明天枯萎 神还这样打扮他们 花朵开放几天就枯萎了 但你的生命 持续几十年 野地的花草 今朝出现 明天枯萎 神还这样打扮他们 他岂不更要赐衣服给你们吗 岂不更要看顾你们吗 耶稣说 神已经为你承担责任 还需要 他会看顾你 因为他说 你很宝贵 你很有价值 想知道你的价值吗 看看十字架 耶稣为你死在十架上 这就显明你对神的价值有多高 你不是垃圾 不是毫无价值 不 你对神很有价值 你是他的孩子 我的孩子 孙子 对我都很宝贵 你是神的孩子 你对神很宝贵 他说 我会看顾你的需要 我是你慈爱的天赋 是你的牧人 如同牧人 看顾着羊 你有需要时 有我在 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生命中的忧虑 每次当你忧虑 是基于一个事实 你不明白神的美善 忧虑是警讯 是黄色警示灯亮了 叭叭叭 表示现在的我已经忘了 神有多美善 我已经忘了神的应许 我忘了神在我生命中的应许 就是满足我的一切需要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我要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没有任何需要 是他不会满足的 只要你信靠他 你若不信靠他 就只能靠自己 但你若信靠他 他说 我会满足你生命中的 每个需要 忧虑表示 我忘了神的美善 因为我不明白 神是何等良善 我们一定会出问题 每次只要 当我们开始怀疑 神的美善 当我开始想 神不会看顾我 神不是真正爱我 不是美善的神 每次开始这么想 要知道这些意念怎么来的 这会出问题 你会走进死胡同 走到尽头 在你的生命中 产生各种挫折 这根本没道理 今天在场的每个人 你们大多都是基督徒 你已经接受了主 你说 我要信靠耶稣基督 我知道天堂是完美的 而我不是 我不可能因自己的美善上天堂 因为我不够好 所以我信靠耶稣基督 因着祂的恩典 饶恕我 拯救我 不是靠行为 而是信靠神 拯救我 因祂爱我 要饶恕我 祂拆耶稣为我死 耶稣为你死在十架上时 以解决两个最大问题 没有问题比永恒的救恩更大 但是 这若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为何 要怀疑 祂必看顾你较小的问题 你说 我相信神要带我上天堂 但不相信 祂会帮我缴汽车贷款 这是什么逻辑 完全没道理 为何对永恒救恩 这么大的事 信靠神 但对应该跟谁结婚 却不信靠祂 或是我会结婚吗 我会找到工作吗 我该去什么学校 人生所有其他问题 为何不同样信靠祂 实在没道理 你说 哦 我不怀疑神赐我救恩 但我怀疑 祂会看顾我的健康 我怀疑 祂会看顾我的工作 这一点道理都没有 在救恩上 若能信靠神 其他一切 祂都必看顾 假设我走在 奥尔提加公路 你刚好 开车经过 看到我正背着背包 你停下车说 牧师 你要上车吗 我说 好 谢谢你 所以我就坐上你的车 五分钟后 你发现 我仍然背着我的背包 你说牧师 你可以把背包放在后座 我说 不行 你在我已经很好了 我自己会背背包 这有点像 我们对生命会有的逻辑 神 你能拯救我的生命 但我要担心 我的金钱 我的性生活 我的社交生活 我的职场生活 还有所有其他事 我的友谊 人际关系 不 你同样不必背着背包 他若会带你上天堂 也必看顾你在地上的 所有一切 他说 忧虑是不必要的 第五 忧虑不止不合理 不自然 毫无帮助 不必要 而且还是不信 第五 耶稣说 忧虑是不信 忧虑是怀疑神 神已经一再地应许 你若信靠祂 祂会看顾你的每个需要 你若怀疑这点 此刻你就成了不相信的人 你就好像非基督徒 每次你忧虑 你表现的就像非基督徒 请看荧幕上的经文 腓利比书四章十九节 我很喜欢信息本 和当代圣经的说法 你能确定 意思是肯定 不是希望或期望 你能确定神 必看顾 你大部分的需要 不是这么说的 神必看顾你的每个 有什么未包含在每个里面 没有 你的每个需要 这是因为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神善待你 不是因为你很美善 神善待每个人 甚至善待世上的恶人 他们有同样的生活 有氧气 有血 有食物 有阳光 神是美善的 是基于他的美善 而不是基于你的美善 神说 各位 你们在忧虑什么 你们不是植物 你们不是动物 不是飞鸟 你们是我的孩子 每次你忧虑 其实是在羞辱神 每次当你感到忧虑 行为就像个孤儿 你的行为 就像没有天父 他已经一而再 在圣经中赐下三千个应许 会看顾你的需要 你的行为 就像个孤儿 我刚才读了一句 很美的话 他说 天父知道你有这些需要 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你是否表现得像 神不知道你的需要 神知道我性方面的需要吗 神知道我身体的需要吗 神知道我社交的需要吗 我不认为神知道我在职场的需要 真的吗 这是怀疑神 忧虑就是不幸 你不认为神看见一切 我要告诉你的是 每次你忧虑 行为就像个无神论者 像是说 神不存在 圣经的应许不存在 我只能靠自己 忧虑是实用 无神论 我不太相信神会帮助我脱困 我开始倚靠自己 把事情揽在自己手里 我们以为必须想办法解决 而非信靠神 这就叫扮演神 你知道吗 这是很糟的见证 你若深称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却老实忧虑 这对世人是很糟糕的见证 等于是说 我跟你一样 我没有会看顾我需要的神 我在扮演神 你知道什么忧虑最糟糕吗 当你说 我觉得事情实在太顺利了 哦 我正等着哪里出问题 因为事情太顺利了 这是人所能有的最糟的忧虑 事情太顺利了 我不相信神 是如此美善的神 一定会有坏事发生 那就是约伯说的 圣经有一整卷书是这种忧虑 叫约伯记 约伯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人 他很富有 很知名 深受爱戴 很受欢迎 很有名 他就是圣经的亿万富翁 他不断说 嗯 事情太顺利了 当他失去一切时 他说 我所害怕的发生了 这就是自我应验的预言 上天堂时 你会看到有多少次 你因为忧虑而导致失败 没有相信神 没有信靠神 你想神忧虑过吗 没有 他按他的形象造你 他也不要你忧虑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那该做什么 他说 你们要信神 也要信我 该怎么做 你如何信靠神 来满足你的需要 朋友 这不是火箭科学 只是三四件事 神在圣经说得很清楚 你若做这四件事 忧虑必从生命中消失 我不要你再忧虑下去 每次你忧虑 就浪费一刻的生命 浪费精力 忧虑什么都改变不了 忧虑不合理 毫无帮助 不自然 忧虑是不信 不健康 那如何在需要上信靠神 而非为需要忧虑 圣经说你要做四件事 请写下来 第一 每天都要这么做 不是只做一次 每天 求神做我的牧者 每天都要求耶稣 做我的牧者 因为主是我的牧者 我若求他做我的牧者 他必喂养我 带领我 满足一整天 我的需要 他不只会喂养 带领 并满足需要 他还会饶恕你 帮助你成功 只要你愿意信靠他 所以该怎么做 你每天早上都这么做 起床后就坐在床边说 主是我的牧者 耶稣 我祈求你今天喂养我 带领我 满足我的需要 帮助我成功 饶恕我的过错 今天我要信靠你 你的每一天都要从 主是我的牧者 你是美善的神开始 然后一整天都这么说 每次当你要去开会的时候 你说主是我的牧者 他会帮助我 要参加学生家长会 你说主是我的牧者 我可能会听到不想听的事 但他会喂养带领 满足我的需要 正在做重大决定 你说主是我的牧者 一天可以宣告十次 十五次 你若愿意开始宣告 忧虑就会减少 每次一开始忧虑 就需要说 主是我的牧者 祈求耶稣喂养我 带领我 满足我的需要 我不会为此担心 因为神说我已经应许 你若信靠我 我必看顾你的需要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 耶稣这么说 我是好牧人 当你说主是我的牧者 指的是谁 耶稣 他说我就是好牧人 我是主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自己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我为羊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已经在石架上 为你牺牲生命 他若爱你到为你死的地步 肯定因爱你而喂羊 带领你满足你的需要 每天你都需要 做大卫的这个祷告 在下一节 十篇二十八篇九节 主啊 来拯救我们 赐福给我们 做我们的牧人 时时用你的绑壁 怀抱我们 他说你可以这样祷告 主是我的牧者 我说主 今天我需要你救我 今天我需要你赐福我 今天我需要你 做我的牧人 我需要你把我抱在你的怀里 还记得小时候 一家人出游 可能去野餐 践行 打猎 钓鱼 或是去游乐园 一天结束时 你的小腿很酸 爸妈必须把你抱去车上 因为你已经走不动了 当时你还很小 走不动了 有时 周间就有这种事 你说 神 我实在不行了 我筋疲力尽了 我想我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我需要你抱着我 把我抱去车上 带我回家 让我回家 他说 我是你的牧者 我会看顾你 赐福于你 保护你 拯救你 引导你 指示你 在你需要时管教你 我会保守你 我会做这一切 你筋疲力尽 劳累 连一步都走不动时 我会抱着你 只要跳上来 我会把你抱去车上 我会带你回家 这就是你要做的 每天求他 做我的牧者 第二 第二点非常重要 让耶稣在我生命中的 每个部分 居守卫 这点实在太重要了 让耶稣在我生命当中的 每个部分 居守卫 你若信主了 主在你生命中 是居守卫的 但你生命的某些部分 还没让他掌管 当你说 耶稣请进来我的家 你需要说 全家都让你管 你可以进入我生命的卧房 你可以进入浴室 当然你也可以进入厨房 你可以动那边的柜子 我在里面藏了各种东西 你可以进车库 客厅 餐厅 都是你的 耶稣 整间屋子都让你管 你有这么说过吗 不只是神 我只要你带我上天堂 而是 我要你在我生命的每个领域 居守卫 一起来看 马太福音六章 三十二到三三节 这里说 你们的天父 完全 完全 知道 你们的需要 先停在这里 你们的天父 完全知道 你们的需要 你跟神提的 每个需要 他早已知道 以后 我要讲 关于从神口中 绝对听不到的话 像是 糟了 当你躺在手术台 绝不想听外科医生说 糟了 神从不会说 糟了 神从不会说 我原本不知道 太意外了 这在我意料之外 这在我意料之外 神绝不会这么说 神比你更知道 你的需要 有些需要 你根本不知道你有 神说 这是很大的需要 那是他们很大的需要 他们没看到 完全看不到 他们有盲点 他们不知道 自己有多需要 神比你更知道 你的需要 你把需要 带到神面前 他不会说 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外 他在造你之前 就知道了 挺好 神允许你有需要 好让你来找他 他就能应允你的需要 你就会信靠他 我们上周谈过安全圈 你有个需要 接着你便祈求神 满足这个需要 你呼求神便满足这个需要 于是你跟信靠神 如此循环数千遍 这就是学习信靠神的方式 你若没有需要 永远不会信靠神 神允许你的生命 有需要 好让你学习信靠他 他说 在你祈求前 我已知道 我已知道你需要什么 经文还说 他会 不是可能 他会供应你的需要 只要 有个条件 只要你让他 在你的生命 居守卫 并按他心意而活 让神在你生命的 每个部分 居守卫 告诉你一件事 你一忧虑 就是警示灯 表示你在那个特定部分 还没让神居守卫 每次你忧虑 你就知道 这是神位居守卫的部分 在生命中 神位居守卫的部分 你都会忧虑 生命中 神位居守卫的部分 都是你没安全感的来源 可能是工作 或其他方面 在你的生命当中 只要有任何部分 为让基督做主 只要有任何部分 为让神居守卫 这将会持续成为 你这一生 忧虑与没安全感的来源 若你生命的各方面 都为让神居守卫 你必事事都忧虑 我可能保留了某些部分 神整间屋子都给你管 但卧室不行 在这部分 你必忧虑不断 神除了厨房 其他的每个部分 都给你管 这部分 你必忧虑不断 这就是 没有让神居守卫的讯号 表示 你有混淆的价值观 当你让耶稣基督 在生命的每个部分 居守卫 这会 简化你的优先顺序 你所忧虑的事 也会大幅减少 只要已经交托给神 就不必忧虑了 我们往往 为物质忧虑 为拥有的物质忧虑 好像拥有的物质少 你有的就少 我从来 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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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忧虑 游艇底部 有藤壶 因为我没有游艇 我从来 我从来不必为 如何清除 游艇底部的 藤壶 忧虑 我不必 为此忧虑 因为我的生活 很简单 在我的生命中 所有东西 都已经交给神了 所以 只要你爱你 生命当中的 任何东西 胜过神 那部分 就会成为 忧虑的来源 绝对是如此 它将成为 压力的来源 没有安全感的来源 若你爱那样东西 胜过神 你会受忧虑 与焦虑所困 你和我 每一个人 最终都必须决定 我要为什么而活 我要为谁而活 呃 不论答案是什么 那就是 你的主 对有些人 工作是你的主 对有些人 婚姻是你的主 对有些人 儿女是你的主 这些都是好事 没有什么错 只是不配得 神的位置 任何取代 神的事物 就叫偶像 必带来压力 带来忧虑 让你没有安全感 最常让我们 忧虑的一件事 当然就是钱 我发现一件事 不论你多有钱 或多没有钱 都会为钱忧虑 我去过164个国家 见过穷人中 最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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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穷最穷的人 另一方面 我认识一些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你们知道我发现什么吗 他们都为钱忧虑 你若没钱 就为赚钱忧虑 你若有钱 就为存钱 储蓄 花钱 投资 和保有忧虑 神说 我不要你为此忧虑 我会看顾你的一切需要 每天求耶稣做我的牧人 主是我的牧者 每天说个50遍 并在生命的每个领域 让主居守卫 还有第三件事 神要对你说的第三件事 是下周会更详细来看的 放轻松 放轻松 并借着祷告 将忧虑交给神 神希望你放轻松 祂要你借着祷告 将忧虑交给祂 你说 耶稣求你拿走我忧虑的这些事 就是把忧虑交给祂 上周我们谈过 数算恩典 我说 看看神为你所做的这一切美事 一一列出来 把神为你做的美事列出来 列下来后 可拿出清单读 说神实在善待了我 我拥有的自由 我有头脑 我看得见听得到 许多你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把它们一一列出来 但有时候你需要做什么 把忧虑列出来 有时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是会感到焦虑 我有种莫名的焦虑 有点紧绷 有点紧张 不知道原因 你可以说 神 我把我莫名的忧虑交给你 更好的是 停下来问 到底是什么 那么困扰我 我是担心 有人会否定我吗 然后写下来 我是担心 会被拒绝吗 写下来 我是担心 会没有保障 捉襟见肘吗 写下来 我是担心 我这一生 都会孤独吗 写下来 统统写下来 然后把忧虑交给神 主 这是我的清单 这些都是我今天心头上的事 我不要保留 我要全交给你 请留意下一节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把所有的忧虑和烦恼都交给神 不要压在心里 因为他在乎你们 把忧虑交给神 要记得忧虑很不自然 所以不该把忧虑咽下 当你把忧虑咽下 就积压在胃里 我刚说过 所以说 当你忧虑的时候 若你想要否认或忽略忧虑 你说我不忧虑 我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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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行不通的 因为你的头脑反而会说 你在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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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把它推开 像是把忧虑扫到地毯下 地毯就越来越突出来 结果老是绊倒你 所以 当你忧虑时 不要压抑 往下压 不要藏在心里 否认说我不忧虑 你再忧虑 不要压抑忧虑 藏在心里 你要向神表达出来 你要承认 向神承认 说这是我的忧虑清单 若你想把生命中的忧虑 都往下压 必会生病 就像把一罐可乐 猛烈地上下摇 摇完后 再把它放进冷冻库 这罐可乐结果会如何 会爆炸 会不断膨胀 然后爆炸从旁边炸开 忧虑会从生命其他部分爆出来 再破碎的关系 在工作中 和所有其他部分爆发 我们若有许多的忧虑 积在自己身上 最终必定会爆发出来 要放轻松 把忧虑交给神 说神 这些是我忧虑的事 然后要记得 我们稍早读过 耶稣说 什么都别担心 我会供应你的需要 在此之前 他这么说 请看荧幕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节 他说 这些事是不信的人 非信徒 不认识神的人 所追逐的 他会说 我好看吗 感觉好吗 有各样物质吗 或者美好生活吗 有衣服吗 有食物吗 我外貌好吗 有车吗 有该有的首饰吗 有这些配件吗 各式各样的东西 这些事是不信的人 所追逐的 我不必多说 你很清楚 加州人所追逐的是什么 物质事物 别书给邻居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 所追逐的 有趣的是 我查了 追逐这个词 经文说 这些事是不信的人 所追逐的 其实希腊文的意思是 疯狂的追求 疯狂的追求物质主义 热爱的事 享乐与拥有物品 疯狂的追求 着急想要得到 请写下来 匆忙导致忧虑 匆忙导致忧虑 当你的生活步调越快 你就越有可能忧虑 你要放慢速度 你要放轻松 你要再把你的步调 放慢一点 匆忙导致忧虑 你若总是急躁 你若总是匆忙 结果一定会忧虑 圣经这么说 我们稍早看过 我要再回来看 在荧幕上 腓立比书 四章六到七节 这里说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都祷告 不要惊慌 要祷告 把一切所需告诉神 把一切交给神 并为神为你们所做的一切 感谢他 你们若这么做 经文怎么说 必经历神的平安 是神的平安 不是你自己的平安 神所思纳远超越人 所能理解美好的平安 圣经称这个叫做 超越理解的平安 什么是超越理解的平安 这是当你没有 合乎逻辑的理由时 却仍然有平安 我才刚失业 却不知为何对此有平安 为什么主是我的牧者 你刚从医生听到 可怕的检查报告 是癌症 但不知为何却有平安 为什么 超越理解的平安 因为主是我的牧者 我刚得知一个坏消息 我挚爱的朋友过世了 不知为何 我的心里却有平安 为什么 因为主是我的牧者 他会喂养带领我 并满足我的需要 这就是超越理解的平安 是对世人的见证 别人会说 我想像那个人一样 我想像那个女人一样 她在一片混乱中 人有平安 去钓鱼时 人人都有平安 但是若你在一片混乱中 人有平安 这就是所谓的 超越理解的平安 他说 不要忧虑 神的平安 必会供应你的需要 所以每天一开始 和一整天都说 主是我的牧者 求他做我的牧者 然后让神在生命的 每个领域居首位 不是只在某个部分 而是我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放轻松 每次忧虑一出现 就说主是我的牧者 并把忧虑交给神 不要紧抓着忧虑 不要想之后再去想他 要说神 把忧虑拿走 我没时间忧虑 神拿走这个忧虑 拿走那个忧虑 不断把忧虑交出去 神能处理的 神能处理的 还有第四件 非常重要的是 你要一天一天的 信靠神 信靠耶稣 你要一天一天的 信靠神 别把整个未来 都搬进这一天 带到此刻 为未来会发生的 各种事忧虑 你要一天一天的 信靠神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耶稣说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同意这节经文吗 是的 你不必自找麻烦 他说 不必自找明天的麻烦 我会给你今天够用的恩典 明天未到以前 我不会给明天需要的恩典 你今天不需要 他是说 还未下雨时 不必开伞 好吗 这是未来的事 现在还没发生 你不能改变未来和过去 只要为今天努力 每周有两天 是你绝对不该 为他们忧虑的 昨天和明天 因为对这两天 你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说 在你成功管理今天以前 绝对不要为未来忧虑 你们有些人对此很在行 为何要自找麻烦 为两周后才会发生的事忧虑 试着想一下 今天就是你昨天 所忧虑的明天 你把昨天搞砸了 因你在忧虑今天 你又把今天搞砸了 因你在忧虑明天 不要这样 你的一生 只要一天一天的过就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神说 我们应该要 一天一天的过就好了 因为这是你唯一能做的 你不能活在过去 或能活在未来 只能活在今天 有几个理由 为什么你应该要 一天一天的过就好 第一 当你为明天的问题忧虑 便错失今天的所有祝福 有些人在一两周 或一个月后 必须面对某件事 让你怕死了 其中更雪上加霜的是 未到之前的每一天 你都在忧虑 忧虑有什么帮助 毫无帮助 没有用 只有坏处 错失了今天的祝福 有些人非常担心退休 以至无法享受今天 你正在错失今天的祝福 神说我不要你这样 而是要一次只过一天 另一个理由是 你不能用今天的能力 解决明天的问题 明天来临时 神必赐你能力 眼光 恩典 与智慧 他会把你所需的赐给你 但他不会今天就把明天需要的能力 应许 目的等等的一切赐给你 你在担心某个问题 神说我不会赐你解决的能力 我要你一天一天地信靠我 主导文媒说 我们每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而是我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 赐我够用的力量度过今天 他要你一天一天地倚靠他 身为你的牧师 我要澄清一点 因为我爱你 为明天计划是可以的 为未来计划是可以的 只是不要为未来忧虑 计划是好的 忧虑是不好的 耶稣非常鼓励做计划 圣经有一整卷关于计划的书 叫做真言 神说不计划是愚昧的 只有愚昧人会一生都对 明知不可避免的事 就是死亡毫无预备 你在开玩笑吗 你还为与神和好 你知道你会死 你不知道何时会死 却对死亡毫无规划的度日 这表示你也没预备好活着 所以应该计划 计划是好的 忧虑才是不好的 你能为明天计划 但不要活在明天 你只能活在今天 我知道 未来往往总是令人非常难以承受 但是神恩慈地将它分为许多24小时区间 所以不必一次面对整个未来 一次只要面对24小时 要是神一次就给你整个未来 你必承受不住 但未来还会临到 你还会预备好 神让未来以24小时为单位 你会逐渐临到 想象你的生命就像一个沙漏 记得沙子会从沙漏漏下去 所有的沙子都在上面 但是一次只会漏下一粒 这是你能面对的 你能一次面对一粒沙子 你不能一次面对所有沙子 所以不会一次全都临到 你的未来一次只会有一天临到 这是你能面对的 为什么 因为主就是我的牧者 我们在一起来看 马太福音六章34节 请看一幕 我很喜爱信息本的翻译 经文说 把注意力完全专注于 神现在所做的事 不是昨天 不是明天 是现在 不要受明天可能会 或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搅扰 下一句经文说 不论什么困难的事临到时 神必帮助你面对 神必帮助你面对 好 说完这些 有没有可能 忧虑就是你长期犯的罪之一 忧虑毫无帮助 不合理 不合乎圣经 而且行不通 非理性 还是不信 或许你只需要说 神对不起 我一直没说 主是我的牧者 却一直说我很忧虑 我很忧虑 让我补充一下 你若是 长期因为焦虑而挣扎 而且已经行之有年了 你需要的不止这些 身边还要有支持体系 还要支持团体 因为你若长期感到焦虑 首先你需要看医生 要去做些检查 可能还需要吃药 没关系的 这是化学问题 当体内的化学物质失衡 有的人会长期焦虑 就像有人会长期愤怒 有人会长期忧郁 你需要看医生 并且你要去做检查 第二 你需要教练 你需要资商师 你需要有人谈谈 你需要医生 你需要教练 你需要资商师 你需要第三样东西 支持小组 你至少需要这三样东西 来解决 因为当你头脑的化学物质 失去平衡 我若只是说 信靠神就是了 就像是砍掉小鸟的翅膀 后跟他说 你就飞吧 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你怎么说 飞吧飞吧 小鸟没有翅膀 是飞不了的 你可能需要 让你的头脑安定 让我告诉你 最后一个原则 我还要分享一点 有在记笔记的人 请写下来 神是好牧人 他会把你的需要赐给你 我要说的是 神赐给我的 他还要透过我给出去 神赐给我的 他还要透过我给出去 神赐给你的每样东西 他要你也跟别人分享 主是我的牧者 当神满足你的需要 他要使用你 也去满足别人的需要 事实上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就是神 他经常在考验 你有多信靠他 在人生的每一天 你的信心 你的信靠 持续地被神考验 他要看看 你是否信靠我 他以各种方式考验 你知道神最常用什么方法 来考验你的信靠 你的信心 金钱 就是金钱 还有财物 为什么 我们一生花很长的时间 赚钱 花钱 存钱 投资 不管是什么 我发现 你拥有的越多 越不会愿意信靠神 为什么 你会开始信靠存款 这就是考验 这就是考验 但当我用神所赐福我的 来满足别人的需要 神会非常高兴 因为神是慷慨的神 他赐下九大应许 我用一段 你可能从未读过的经文 来结束 请写下来 你回家后 可以再把它读一遍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身为我们的牧者 神在这段经文当中 赐下一些非常奇妙 而且惊人的应许 他说 你若做这些特定的事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的一切需要 我会满足 让我读给你听 在荧幕上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七到十一节 一开始 他便提出 他要你做的事 神说 我要你们 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好吗 你吃得很好 神说 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接着他又说 我要你 接待无家可归的穷人 这可能也包括移民 下一句是 送衣服给赤身露体的人 明白了 然后他又说 我要你 不躲避求助的亲人 你说 算了 神 头三个要求我能明白 但我才不要帮助 那个不正常的叔叔 他太奇怪了 但神说 我要你 不躲避求助的亲人 这是个考验 他又说 如果你们这样做 他赐下九个应许 都很奇妙 请看看 如果你们这样做 第一 我的恩宠 必如晨光照耀你们 神会向你的生命 事业 职场 微笑 第二 你们的创伤 令你伤痛的是 你们的创伤 必迅速痊愈 因为你帮助别人 第三 我会实时 与你们同在 拯救你们 第四 我的同在 会在四面保护你们 真棒 第五个应许 你们求告 我必应允 再回到前面一点 他说 我必这么做 但这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们不再欺压 这包括了 种族偏见 偏执 不再欺压 如果你不再有任何 轻蔑他人的举动 包括政治立场 与你不同的人 哦哦 真困难 他说 你必须停止 轻蔑 另一个阵营的人 如果你不再有任何 轻蔑他人的举动 除去恶毒的言语 和指责人的指头 特别在社群媒体上 我想可以加上这句 他说 如果你不再是个 这么暴躁 爱抱怨的人 不再说 他们疯了 他们真笨 真愚蠢 不管你最喜欢 针对哪个团体 他说 如果你们这样做 如果你们给饥饿的人食物 满足困苦人的需要 这样你们四周的幽暗 必变为正午的光明 你们的光 必大大照耀 他说 我是主 我就必时常引导你们 我必满足你们的需要 这是第八 我必使你们健壮 安好 领受了吗 可以吗 好的 这若不是真的 神就是骗子 你可以回家了 再也不必来教会 我不要敬拜一个欺骗人的神 但神说了 如果你这样做 我必在你生命中 做这些事 因为我是你的牧者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